河北新增本土确诊33例 这轮疫情三个特点 要格外注意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原标题 河北新增本土确诊33例 这轮疫情三个特点 要格外注意 1月7日0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53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 上海8例 广东3例 辽宁1例 江苏1例 福建1例 河南1例 湖南1例 本土病例37例 河北33例 辽宁2例 北京1例 黑龙江1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7例 境外输入18例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5例境外输入3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7例境外输入16例 上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458例 境外输入243例 北京日报ID 北京下华线Daily 注意到 截至1月7日24时 河北累计确诊病例123例 绝大多数病例都来自石家庄市 石家庄市除了集中爆发的岗城区外 其他区域也出现零星散发 目前确诊病例集中发生在农村地区 而且呈现家庭聚集性的特点 短时间大量病例的出现 给留掉溯源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1确诊病例集中在农村地区多个村庄毗邻机场 从已公布的确诊病例来看 绝大多数确诊病例来自岗城区 并且集中在增村镇小果庄村 刘家左村 北桥寨村 南桥寨村 东桥寨村等地 1月6日起 河北省将石家庄市岗城区全域 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1月7日晚 石家庄市副市长孟祥红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截至1月7日12时 石家庄全市累计采样610万9685人 累计核酸检测241万6695人 新增阳性11例 对于全市1100万人口来说 进程过半 石家庄市动用一切人员力量技术手段 深入开展流行并学调查 权力排查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从当前排查的情况看 活动区域以小果庄村人为主体 涵盖室内五区和正定 路权兴乐等10个区线 值得注意的是 小果庄村增村镇等多个村庄 毗邻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其中 此次并立集中的小果庄村 在正定机场东偏北的方向 直线距离仅10公里左右 而仅邻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增村镇 地处石家庄市岗城区新乐市正定县三个县份交界地带 市岗城区人口大振 经济发展水平不错 附近一带有石家庄综合保税区等园区 当地村民表示 三个县份 十里八乡 大家都是亲戚年轻企 岁末年初 是农村办喜事比较集中的时间 02确诊病例高频场景 婚宴、葬礼、会议、考试 河北首个公布的确诊病例是小果庄村一名61岁的妇女 其确诊前的行程轨迹显示 她曾骑电动车妇新乐市农村姐姐家探亲 曾乘坐本村包用车辆到附近饭店参加婚礼 截至6日24时 已公布的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显示 有的病例数日内参加了多场聚会 光是参加过婚宴的确诊病例就达16人 6日公布的岛城区小果庄村在邻村工厂工作的一名确诊病例 自2020年12月30日至今年1月2日 4天内连续在村附近饭店或乘大巴到其他村饭店参加了三场婚宴 还有多名来自其他村庄的确诊病例 都有前往小果庄村参加活动或感激的相同轨迹 03确诊病例高评词 自行服药村诊所 从已公布的流调信息来看 最早出现症状的可追溯到去年12月23日 是小果庄村一名66岁的村民 当时他出现了咽痛症状 大多数确诊病例 是在今年1月1日2日出现发烧 头痛胸闷咳嗽等症状 然而 不是所有病例都像首位确诊病例一样 在出现症状之初或发病当日 就去二级三级医院就诊 在此次河北疫情流调中出现的高频词汇 是自行服药村诊所 多位确诊病例曾在诊所输液三天四天 其中1月4日确诊的重症病例 曾在去年12月26日起 在小果庄村医务室就诊 输液四天 直至今年1月4日 才到岛城区人民医院就诊 核酸检测呈阳性 专家分析 农村疫情发现时往往出现了二代 三代传播以上这些问题 暴露出农村防控存在着怎样的薄弱环节 国家未见伟疾病预防控制咨询委员会专家吴浩表示 我们往往认为城市的病毒传播风险大 而忽略了农村 西方国家的居住环境和空间也比较大 但为什么新冠病毒依然能够传播 最主要的是意识问题 对新冠疫情的知识 老百姓掌握的知识还有一些欠缺 把它当成一般病 病毒在农村传播 等我们发现时 它可能已经开始了二代或三代传播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 应该如何打补丁 吴浩表示 农村的弱势是管控起来难度更大一点 但农村开放的条件也有好处 这种环境下一般不利于病毒传播 其次 它是熟人模式 邻里关系更清静 所以就要加强平时村医和村民的联动作用 加强他们日常的健康监测 发挥熟人模式 去督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 这是要考虑到的重点 针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 医疗机构能力比较薄弱的问题 吴浩认为 第一 要发挥基层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各提诊所的少点作用 发挥监测排查作用 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 这就要求对基层医务人员加强培训 规范诊疗行为 还要加强宣传 告诉老百姓要及时就医 第二 这次河北疫情也出现有患者自行到药房购药问题 提示我们要加强诊所和药店的监管 做好信息共享 起到预警和监测作用 责任编辑